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呀 这里是然安 红秀天香不知道还有多少姐妹记得哈 真的算得上是爷亲回了 然安初中时就废寝忘食的在红秀上看言情 直到入川人丹才渐渐脱离了红秀 万万没想到 红秀最近竟然也开始有纯爱小说了 也真的是有生之年系列了 然安抱着好奇的想法点进去 结果就入口出不来了 接下来然安就来安利一些奇症的好闻 绝对是文荒必备佳品 一快穿之谁还不是个妖精了 钢铁直男 可爱 吃货 上古大妖兽 临时安 腹黑 傲娇 偏执 知情工 沈严 作者 庆哥 连载平台红秀读书 全文已完结 共103万字 快穿系统文题材 全幻神话背景 单方面素敌变情人梗 强强文 兽身为上古大妖 死在了天罚神雷之下 为了以牙还牙走上了未面的假父丑真恋爱之路 说在每个世界都是不同种类的妖精 天上飞的 地下跑的 水里游的 兽无一没当过 当真是文如其名 真 谁还不是个妖精了 而在每个世界完成任务的过程中 弓无疑是兽最大的外挂 作为欺人之子的弓 在每个世界中未受贡献着精气 不过钢铁直男兽吸精气吸着吸着 终于发现不对劲了 我拿你当素敌 你居然暗恋我 对此 自个大大在作画中给出了证解 素是睡觉的意思 所以素敌就是 本文兽的人兽然而是真的很心碎了 他对于感情非常迟钝 但同时又会在不经意间撩宫而不自知 作为活了数万年的大妖 又凶又能吃 但最爱的却是草莓牛奶 真的是很萌了 而宫的身形人设也是很令人动容了 他在意识到自己的感情后 将全部身心都给了手 甚至在失忆时潜意识中都在挨着手 不过姐妹们需要注意一点哈 文章整体甜蜜交织 糖里有玻璃渣 但玻璃渣又是甜味的 二 离婚后影币天天减垃圾 一本正经 清冷 影币 天师寿 燕子修 脑补 自恋 口是心非 总裁工 锦绍词 作者 庆哥 连载平台 红袖读书 连载中 目前更新62万字 这片和上片是同一个作者哈 古穿金玄幻的题材 现代同性婚姻合法架控背景 涉及娱乐穿剧情 欢喜愿家轻松搞笑风 谁都逃不过真相定理系列 受身为千年前的博师 混穿到现代 面临的第一件事就是离婚 受对此时乐见其成的 并爽快的为公写了一份修书 因为他毕生的追求 只有攒功德 求道 早日飞升 受平日为攒功德 帮鬼完成未了的新传 为其超度 同时在娱乐圈中 也风生水起 成为了全民男神 娱乐圈顶流 而对于瘦的转变 公傻眼了 一系列的阴差阳错 让两人的接触更加密切 感情也在供应各种脑补 而产生啼笑皆非的事件中 逐渐升温 实力演绎 你我本无缘 全靠我闹步 文章整体温馨至于小 剧情安排合理 人设立体且给人好感 人物的金手指也是爽的 让读者身心舒畅 很适合刚经历完 期末折磨身心俱疲的姐妹 用来释放压力 虽然是连载文 但作者更心稳定 而且字数也肥得可以放心追啦 三 穿书之每天醒来 师尊都在帮人设 隐藏大佬 帮人设 盛世美颜 师尊兽 传真 腹黑 硬胶 柠檬精 徒弟公 林修燕 作者 陈幻 连带平台红秀读书 传闻已完结 共94万字 全幻修真背景 宫重生寿穿书 双相救赎 轻松沙雕像填文 崩人设是蒙点 纵所周知 师尊在园丹中是个高威之业 这篇也不例外 寿穿进了一本小说 书中他的原生高贵冷艳高领之话 但他本人却是沙雕本雕 于是 文如其名 兽就在崩人设的道路上 一去不复返了 前世金生梗 传闻兽有三世 每一次兽复活后 都会失去前世的记忆 文章开头 从第二世展开叙述 中间穿插一些第一世情节 兽的人设是真的很搞笑了 它不仅是个沙雕 还是个反派吸引体制 剪了三个图里 各个是反派 也是让人哭笑不得了 弓就是兽减的头号大反派 随时随地可能黑化 但最终兽将弓 除魔凶引向了正当 作者说 这篇文是有灵感来源的 那就是 西游记的唐僧和三个徒弟 就凭作者这句话 姐妹们大致能知道 作者的文风类型了吧 四 我有一座灵山 单程直帅 山鹅分明 灵山寿 西安平 裤短 强大 前期瘫痪后恢复 将军功 龙征 作者 沙漠无语 年代平台 红秀读书 传闻已完结 共106万字 玄幻修仙 嘉兴记机甲 真的是很神奇的搭配 但作者就是毫无违和地做到了 而在人设也蛮有新意的 听说过动物草木修炼成精 但灵山成精的主角姐妹们听过吗 本文的兽本体就是灵山 没错 山 那种威然毅力 雄伟壮观的 山 瘦在修真界 因被人寄予自身的宝物 被人追杀 自爆后 穿越到了星际时代 前世他之所以落得如此下场 全因他是个眼狗 中了美男计 经此一遭 瘦决定痛改浅飞 回过自行 远离美色 重新坐山 但当兽看见宫时 Excuse me 他有做过什么决定吗 好像忘了 言狗言狗 言是所有 宫在一场战役中 伤到了精神力 导致瘫痪只能坐轮椅 兽初见宫就惊为天人 对宫一见钟情 之后 兽一边帮助宫恢复身体 一边研究星际事件的事物 随着二人的接触 宫兽的感情也在逐渐升温 后期有宫兽穿越回修真界 复仇的剧情 也是很爽啦 五 我的马甲安不住啦 清冷 傲娇 美貌 写手 瘦 摇可日 阳光 骚化满脊 假高冷 真沙 雕 电竞主播 宫 人浩 作者 阿月魂子 年载平台 红秀读书 传人已完结 共85万字 高中校园甜点 轻松搞笑风 双相吊马个 文中有旧熟像情节 瘦有来自人生家庭的阴影 部分剧情设计电竞 后期宫加入战队 宫兽都有马甲 两人皆是年少成名 开篇即是大佬 宫的马甲 是一个高冷技术流主播 瘦的马甲 则是一名新锐写手 曾写过一本 以宫为原型的畅销书 这原本是个 隐藏护粉的故事 谁正想 两人机缘巧合 成为了同桌 吊马吊得猝不及防 瘦蒙了 面前这个满嘴骚话的沙雕 就是自己粉了两年的 高冷主播 话锋怎么不太对 宫也蒙了 他粉的写手 大大竟然是自己的亲男友 大不狂喜 六 顶流脾气很暴 暴躁 傲娇 童星出身 顶流兽 无杰 高冷腹黑流氓影帝宫 方辰 作者于心奈若和 连载平台红秀读书 正文已完结 翻外更新中 目前33万字 柳豆川背景 竹马竹马设定 年上强强文 宫兽二人 一个暴躁 一个高冷 一个妖艳 一个天仙 但受看似毒蛇暴躁 实际内心深处 却是柔软的 直因太多外界 而宫看似高冷天仙外表 实际背地里 人设相处时 却是十足的老流氓 这种人设 自身反差属性 也是不要太萌了 文中有旧熟设定 也有小虐的情节点 设有童年阴影 对男性有抵触心理 但遇到宫后 为了宫愿意尝试 接触男性 中年后的设有 也不断有外界压力 尤其文中有 几次受被传往黑的描写 博戏追星的人表示 作者对于娱乐圈的 部分描写 也真的是很真实了 除了以上的小虐点 整体文章 还是以甜宠为主哈 虽然人设金手指较大 但我们的宗旨 就是双双双 以上就是本